今天的邪惡分子有正獎 有正獎 答案就在影片中 是的沒錯今天跟各位介紹的鞋款 來自於 Converse 跟 Carhart 聯名的一個鞋款 看到這個鞋盒 第一個會寫到什麼呢 我想一首歌 音樂下 我有一隻強 康在剪幫上 自當送料湯 吃到三燈湯 這個整個都是用迷彩做成的鞋盒 是不是一開始看就覺得說 嗯 這雙鞋一定不得了 那我們就廢話不要多說直接把他打開了 BANG BANG SQUARE 沒錯今天要跟各位介紹鞋款有三雙 都是來自於 Converse 跟 Carhart 聯名的鞋款 Converse 大家應該非常熟悉 那 Carhart 大家也應該是非常熟悉 因為它就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工裝品牌 這個 Carhart 跟 Converse 過去 也曾經推出過一次聯名 把這次也一樣帶來三雙鞋款 那最大的特色是什麼呢 One Star One Star 又可以稱為是 AKA 木村鞋 這個木村指的是木村拓哉 不是木村特逃哉 這個 這個銷好像蠻老的 那它用了One Star 作為鞋型的基礎以外 它還在材質選用上面 非常用心的 我們可以這邊看一個標籤 CADURA CADURA 這個品牌 各位在買一些比較 耐磨性畫帥的包包的話 都會看到這個材質 因為這個材質是美國軍方指定用的 其實各位這樣摸起來很像一般的尼龍 但是 CADURA 它應該是有添入一些自己家的一些獨立專屬的技術 讓這個材質更加耐磨 如果要這樣比喻好 尼龍材質跟CADURA材質都比 就等於是超級賽藍的第一代 超級賽藍的第二代 超藍 超綠 自在機構 那除了鞋身以外呢 聰明還有一個小細節給各位看一下 這個 扣環 有沒有 這個扣環它不是那種很 感覺很脆弱的扣環 它是真的有一 感覺是鑰匙圈的扣環 這個東西呢 其實可以幹嘛 我也是不太清楚 就是 可能我覺得好看吧 其實這樣看起來蠻帥的 鞋舌的部分 做出一些聯名的資訊來 上面寫的就是 CADURA的一個LOGO 帥帥 這一雙Converse 跟知名工裝經典品牌 CADURA連名的鞋款呢 會在什麼時候上市呢 答案就是9月20 也就是 今天 發布的今天 就會開賣啦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預測一下這雙鞋 誰會上繳 這雙鞋 我個人來猜一下 我覺得余倫樂 它應該是會第一個上繳的 為什麼 因為它其實跟Converse的關係非常好 它也非常喜歡CADURA這個品牌 它如果不上繳 真的是沒有理由 再來是誰 我覺得是黑人陳建州 因為它跟Converse的關係也非常好 所以 他們應該會PO在自己的IG 所以就所有了 有了所謂的名人效應的加持嘛 對不對 接下來這個POP 就等於說是新增的 因為想說增加一點 我們觀看者的互動數 所以每次都會花個幾分鐘 來回覆一下各位網友的留言 這樣子 那今天要回留言 有誰勒來看一下 等一下會把倒完 他說 阿鑫好像中國新說唱的Ice 謝謝 您過獎了 您過獎了 Ice比較帥 Ice比較帥 然後 戴佑誠同學 他說他要跟我買那雙 Lebron 15代 跟Kids聯名那雙 那雙其實 目前來說大概 23000 24000 如果你覺得這價錢OK的話 私信我好好可以賣你 好不好 其實過去我曾經在底下回覆過網友說 我們只要YouTube訂閱破10萬就送寫 但這次不用破10萬 這次就是要送寫 好不好 我們這要送什麼鞋子呢 等我一下我把剛剛調的 保麗打合完 我來測試一下 剛剛這個加Redboot 這個加Vita LuP 這個是濃的 對這個是濃的 這個好喝 Redbo好喝 這個超濃的 喔 喔 喔 農 喔 欸保養那麼農 我不知道欸 超難喝的 喔天啊 好 跑到我回歸正題 這次要送的鞋呢 就是這雙 綠色的Commerce卡哈9號半 好不好 問題非常簡單 只要你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說 好 你就有機會得到這雙 Commerce卡哈聯名的 這雙綠色 軍綠色的One Star好不好 鞋子就是大放送啦 對不對 OK 歡迎各位在底下永遠跟我們一起互動 我們現在分享一下 直接我是阿欣 掰掰 跟各位聊一個小知識 為什麼會有卡哈跟卡哈WIP 卡哈別在哪裡了 在1994年的時候 卡哈把這個代理權 授權給歐洲 抽一間 work in progress的公司 然後他們來生產 歐洲這個公司呢 就把卡哈這品牌做得比較流行一點 比較前衛一點 還有一些比較城市感一點 大概是七龍珠跟七龍珠GT那種差別這樣子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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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